只像言语的爱上 课从词性和格开始入门 一点一点开始学 首先是词性 今天的部分呢 是继续这个词性的部分 然后呢 朗读一篇课文 一封email 来判断一下里头 我们所能找出来的一些词性 大家好 我是林雅老师 我们继续昨天 不对是昨天 是三天前了 我们努力尝试的 用这一台 iPad 来录制的 德语语法的课程 此外的 考试语法 好 我们今天继续 非常新鲜的一种尝试 也希望大家喜欢 好 我们看到这个 他举例的是 tish tish 这里是音标 这里是音标 tish tish 音标是用这个重括号 扩起来的 然后这里是 d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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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ish 它是阳性名词 dere tish dere tish 你在字典里看到的这个词条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tish 音标 dere dere 是它的阳性名词 如果是复述 就加一个 es 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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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 好 按字是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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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们告诉我 是英语吗 好 再看下一个词条 下一个词条 在这里 su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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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和英语一样的发音 写起来可能是有一点区别的sufa 我们汉语的saf 也是英语的一个形成词汇的方法 sufa 看这是音标 然后是das das sufa 中性名词 das das sufa das sufa 如果是复述 sufa s 加一个s就好了 sufa sufa 好 下一个 我们看 这里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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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发音也是有带有原因的 辅音原因的一小段 一个词段 一段 一节 一个音节 lamp lamp 这里面有个原因 之前想到 之前想到 之前讲到 这个 构词法的时候 咱们讲 学单词的时候 连老师讲过 一定要有一个原因 作为主心骨 也就是能够发出声音的 孕腑的部位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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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灯的意思 它分成两个音节 lamp lamp 看这里是音标 lamp lamp 然后是 它的词性呢 是音性名字 d dlamp dlamp 音性名字 dlamp 如果是变成复数呢 是加一个n lamp lamp 就是复数了 加一个n 好 它相同的 lamp 这个是和它 有点关联的 可以联想起来的 一些相应的单词 好 来 我们继续来看看 德语单词 作为 构词法的学习和练习的一种 方法 这里 好 经常会出现有这种表格式的 把字母打乱 让你横向 竖向 找出相应的 找出相应的 能够拼合出单词的 词来 好 我们竖着看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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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 它是发一个c的词语 z a r z t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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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 后面有一个 er的 一般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 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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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ffer ver kuffer 就是一个男售货员 ver kuffen ver kuffen 就是 卖东西 出卖的意思 r 后面 大家加了一个 er 就是什么什么 人 那就是男售货员 就是男售货员 好,我们这样举一个例子 好,前面学了 这个所有的职业都是 阳性名词 Arts Verkäufer Lehrer 男老师 Programmieren Programmieren Polizist Polizist是什么 警察 全球的警察发音都差不多 除了咱们的汉语 好 Far Far 司机 好,到了 阴性名词 全都是D 你看这里画了一个女性的形象 R Cin 就是尾巴上加了个 E-N 就是女性的职业名词 Verkäufer Ring Ring 就是女 收货员 Lehring 女教师 Programmieren 女组织者 Polizist 女警察 女警察 Farer 女司机 Farer 好,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他还有说 后面是一个 Sing Sing的 都是DAS DAS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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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 就是 小面包 Ber Cin 后面有一个 Eind E AE 的 就是D 阴性名词 Poli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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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警察局 好 Ling 由Ling 结尾的 是Dare Dare 阳性名词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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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牧师 教师 Height D D 阴性名词 词尾 又Height 是阴性名词 D Kankite Kankite 病号 一个病号 到了病号 就是阴性名词 哎 就是这样记吧 病号就是要比较弱一点吧 女性感觉弱一点 D Kankite 好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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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了是 阴性名词的词为 ISMUS DER TOURISMUS DER TOURISMUS 就是阴性名词 DER DER 好了 我们看这里 Kite 是阴性名词 是阴性名词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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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ERGLYSH KITE 可能的 可能的 DER MUERGLYSH KITE DER MUERGLYSH KITE 还有这个 SUNG SUNG DER PORSUNG 还有这个 WUNG 也是 D D HIGH SUNG DHIGH SUNG DHIGH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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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阴性名词 还有词为是 我的 这个也是 阴性名词 还有一个呢 朋友圈 你的朋友圈 Pointer Shaft 也是 阴性名词 阴性名词 好了 我们再来看这里 这个练习题呢 Där, das oder die 就是让你选 Där oder das oder die Ergen, c 您要把它 说明一下 写在这个下面 理解以后写在这个下面 Där的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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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题呢 是Bundmischung Där, das oder die 又让你选 Där, das oder die 好 把这些词 分到Där的下面 分到Där的下面 Där, der Nachmittag 我们学了阳性名词里头有 星期几 星期几 Där Nachmittag Där Abend 晚上 傍晚 Där Regen 下雨了 和天有关的 Där, der Schnee 下雪了 雪 Där Morgen Där, der Nebel 拉木了 木 这是雾气的雾 好 Därs的 Därs Gmuse Därs Wetter 哦 天气 天气预报的天气 居然是Därs 为什么它不是在Därly呢 好 你就记住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 Därs Obst 水果 Därs King 孩子 Därs Ein Därs Mädchen Därs Mädchen 就是说 女孩是没有性别的 所以是Därs Kind也是没有性别的 所以是Därs Därs Därs各种各样的Därs 都没有性别 所以是Därs 没有孵出来的 对吧 好 这里呢 这里呢 Därs 这里呢 Därs Därs 厨房 厨房是女人的地盘 所以Därs Dä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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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晚上天黑了 它是阴性的 Dä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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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女士肯定是阴性名词嘛 Dä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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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公公 这里就是太阳婆婆咯 现在很多人会说 太阳是人类的母亲 太阳是万物的母亲 所以它是母亲的话 就是Därs Därs 我们说太阳公公 月亮婆婆 在这里是翻过来的 A 是太阳婆婆 月亮公公 好 Bekkerai 面包房 D Bekkerai 啊 以前做面包的 总是女士嘛 好 那么就应该是 Dä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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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呢 Dä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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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ing Dä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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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ing Dä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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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 Därs 多了一个D 就变成了负数 D-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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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单数和负数的学习 D-Fish 一直以于它是熊 熊性的 李安老师想说熊性的 阳性的 而一群呢 都是要用这个阴性的D 只要是负数 全都是用D 好 一辆车 DAS AUTO DAS AUTO DAS AUTO 很多车 告诉公路上很多车 就是D-AUTUS D-AUTUS AUTUS AUTUS 后面加了个S 就是负数了 D-AUTUS D-AUTUS 李安老师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英语里基本上都是有S或者是ES来区别单数和负数的 而单数和负数这个概念在我们汉语里头是不体现出来的 我们通常在前面的数量词里来表达单数还是负数 而不是在单词本身上做变化 这也是一种语言上的重大的区别 好 SING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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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单词了 SINGULA就是单数 D-D-DAS D-DAS-D 他经常会说 долго 涮性 中性 硬性 而我们习惯性 是说 D-D-DAS 男人 女性 女人 和中性 孩子 男人 女人 孩子 ży flag 王 Der Fisch Die Stadt Stadt是城市的意思 到了Plura Fusch Fusch全部都用定冠词用的是 Die Die Fische 动词 名词词尾加了一个 就变成了复数 Die Fische Die Autos 加了个S 变成了复数 Die State 这个尾巴上加了一个 A 然后呢 这个A变成了 另外一个 加两点的A 这就是复数变化的一个特殊形式 通常你会看到 比如林彦老师之前举例的时候 苹果 它也是在A上面顶了两个点 就从了A的发音变成了A的发音 它就变成了复数的形式 Stadt State State 这个 A也变成了 尾巴上也坠了一个 A 所以这就是它的复数形式 复数形式的定冠词全部是D D 好 再往下看 Singular Singular 单数 到了Plura 到了复数 看 多两点的这种变化方式 Apf 一个苹果 Epf 一大堆苹果 或者是又变两个点 尾巴上又加一个 E的 这个 E Sing A Z 变成了 E Z Z 就是尾巴上也多 E 原因又变了 顶了两个点 然后尾巴上直接多了一个 E E KIND 复数 一群孩子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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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来不一样了吗 DAS KIND D KIND 就是一大群孩子 啊 那这个 又多 两个点 原因上又多两个点 又变 尾巴上又多了一个 E E E F FARAT 自行车 一大堆自行车呢 一大堆自行车呢 在我们南方城市经常会见到这种情况 红绿灯下 除了停了一堆汽车 还停了一大堆的自行车 FA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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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A 脑袋上变两个点 就发A的声音 就和这个 E 是一个发音方式 FARADE FARADE 就是一大群 一大群 自行车 一大片 自行车 D D 好 FARADE 还有一个变复述的方式 就是尾巴上只加了一个 E 因为它本意发A的声音 到了单词尾 它的发音就是E BROAT 面包 BROAT BROAT 这后面又多出一个原因来 声音就分成了两块 前面的这个O 这个原因 反倒就是往上挑 然后往下降 给这个 尾巴上的这个原因的音节 给一个发声的机会 BROAT 而这里呢 只是一个原因的时候 就以这个原因 作为孕符 众音发在这 BROAT BROAT 好 这是一个面包 BROAT BROAT D BROAT 就是一大堆面包 这可是大家的主食面包 好的 我们今天先讲这么多 林安老师还要继续的尝试 用这个 iPad拍摄 课本 给大家讲解语法的 这个尝试的过程 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好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好 看到了吗 书的这个 书妹上就写的是 Casus 就是词性 Nominative 就是 第一格 Nominative 第一格 当时林安老师记的时候呢 当时林安老师记的时候呢 也是从这个 Nomen 名词 Nomen 这样来记 第一格是 Nominative Nominative 就是全部用圆形的一种 主格的形式 主格的形式 第一格 好 Axative Axative 它摆的第二位 其实它是第四格 宾格 第四格 放在这里了 Axative 我们学完了主格 第一格就学第四格 Axative 然后学Dative Dative 是第三格 非常非常的复杂 最后我们才学Ginitif 第二格 Gini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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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给予的 于 于格 Ginitif 给 这样记 Ginitif 它是 Mia老师说过了 比较古老的 比较具有修词性的 一种 叙述的方式 这道题呢是 Eine E-mail 就是一封E-mail Makeren Sie den Axative Onde den Dative 让你从这个文章里找找 看看 哪些是 Axative 哪些是 Dative Axative 他下面用一个绿色的线 就是说 你找到了以后 用绿色的线 把它标注出来 用标记笔 把它标出来 Dative的部分呢 用黄色的线 把它标注出来 好 他举了一个例子 Hey Andy 就是 Hey Hey 就是打招呼的意思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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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那 那就是一个 语气词 We guess We guess 你怎么样 Do 你看 不像我们学写作文的那种状态 它这里头口语化和书面语掺杂在一起 像这个 那 这样 Do 逗号 这种方式都属于一种口语化的 Eskip 就是有没有 是不是 怎么样 Eskip Eine Gros Neukheit Neukheit 一个很大的 新的什么呀 Gros Neukheit Eine 它是一个很大的 SS 就是他嘛 就是咱们汉语里头通常的 宝盖头的他 第三人称的他 Eskip 它给了我们一个 很大的 新的一个 契机 那 这里是 它画出来了 是用绿色的线 画出来的 Axative 德语考试过程中 它都是要举例的 所以 如果你不甚 完整的了解 题目是什么样的要求 看它举的例子 它告诉你 Axative 用绿色的线 画出来了 那你看 哦 这个是Axative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 直接接在 Es Gibt Gibt 是动词 Es 是主格 好 主位 在宾语的这个位置上 就是Axative 就是第四个 Binge Eine Eine Course N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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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hkeit 好 接下来 Ich zie Bei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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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nen Elton Aus 就是我居然从我的父母那儿搬出来了 明白了吧 by meinen erter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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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过这个单词了 可分动词 这个介词放在句子的尾巴 好 这个by这个介词 就是最特殊的 后面必须接dative 第三个的 meinen erter 而且这里都是 所以是 第三个 他下面画了黄色的线 Ich habe jetzt endlich eine kleine wohnung 我现在有了 我有 现在 endlich 终于有了 eine kleine wohnung eine kleine 后面都是一个 e 就是因为wohnung是 divoh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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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是一个 e 所以它的形容词和数量词 后面都是一个 e eine kleine wohnung 而那个div 就被 eine 和kleine 被eine 取代了 不能说被kleine 取代了 被eine 取代了 这个div 这个div 就不在这里出现了 eine kleine wohnung 现在我有了一个 我终于有了一个 小小的 wohnung 一个公寓 那么这个是 Ich habe 我有 一个公寓 这个一个公寓 是冰语 就是 akusativ akusativ 所以用绿色的线 把它画出来了 gefund 找到了 gefund gefund hab gefund 我已经找到了 我现在终于已经找到了 一个小小的wohnung 这个小小的wohnung 就是冰语 就是 我 找到了 一个小公寓 那么小公寓就是冰语 就是akusativ 用绿色的标记线 把它标记出来 Ich habe Ich habe eine großebitte Ich habe eine großebitte 我有一个小小的 große 不是小小的 我有一个大大的请求 bitte是请求 我有 Ich habe 这个位置就是冰语 所以是akusativ 我们用绿色的标记线 请求 请求啥呢 am wochenede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möchte ich unce 我想要搬家 在周末的时候 想要搬家 Hast du am samstagzeit 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 然后你呢 你有没有时间 am samstag am samstagzeit 好 könst du könst du könst du helfen vielleicht 就是也许 kö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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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 是test 因为是 du könst du vielleicht 也许 helfen 也许 你能 帮助 vel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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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启动了 velfen sou up up 从什么什么开始 up 那么 sou 就是那么 up noy v an an fangen anfangen 是可分动词 an 甩到了 句子的尾巴上 我们 也许是 从九点钟 开始启动 就是搬家这事 Kamela oder Hobot Kamela 也是名字 Hobot 也是名字 Komen auch 也来 也来 Ich habe ja so fiele sachen 我有 很多的 东西 sachen 就是 东西 ja so 这都是语气词 加到了句子里 fiele sachen 这是 Axative 冰格 我有 东西 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 Axative 第四格 所以用绿色的标记笔 把它标出来了 Aber Dans Dans SWERE SOFA Aber 就是 D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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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A DAS SOFA DAS SWERE 他给他加了一个形容词 Dans SWERE SOFA Hab 我已经把我那个重的不能再重的沙发送给我的兄弟了 你看到了 Main Main 把什么什么东西给了什么什么人 人三物四 记得之前我们学格的时候 我们说了 人三物四 这个东西是物 所以它是第四格 Dans SWERE SOFA 它是一个物 所以它是第四格 Axative Dans SWERE SOFA 我们用绿色的标记笔 Axative 而 人 人三 人是第三格 Main Num 这个后面 A M 就是 Dum的意思 Main Num 就是 人三 这是第三格 所以我们用 Dats 黄色的标记笔 把它标出来了 Geschenk 卖掉 不是 送掉了 不是卖掉了 Geschenk 是礼物的意思 送出的意思 好 Sine Frau 就是 她的老婆 就是说她兄弟 Sine Frau Gefelt Es So Gut 她的老婆 觉得特别的好 Gefelt 就是感觉 S S就是指着 这个 沙发 就是这个 S S就是 动物的 她 这个她 只带的是这个 Dats Schwer Sofa Dats 所以这是 S S Schwer Sofa 好 这个S 是由这个 Dats 这个S S 你看到了吗 他们长得是一样的 她的老婆 感觉特别好 Sine Frau Minus Do Minus 就是认为 建议 你理解的 你觉得呢 Do 你觉得呢 在这个 Email的写法里 经常会把这个 Do的 打头字母 大写 它也相当于 就说 熟人都用Do 但是呢 又想表示一种尊重 书写方式呢 在过去呢 就是把这个 打头字母 大写 就是也是 带着的一种 古老的 尊重的 那个意思 在里头 没有用 See 因为他们是朋友嘛 肯定称呼是Do 那么 他又想 表示一点点 自己的尊重 那么这个Do 的打头字母 De 它就大写了 Minus Do 你认为呢 你觉着呢 你嚼着呢 是吧 Do Canst Meet 你 能 Meet Dynam Full V Bus Common 啊 这个人 这个Andy 有一辆 Full V Bus 就是一个 货车 小货车 你能 你能够 Meet Meet 这个界词 后面跟着的 肯定是第三个 Dative 而Dative 里面的这个定 冠词 后面的词尾是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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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 Bus 它是 Dem Bus Dem Bus Dynam Full V Bus commen 你能带着你的 小皮卡 你的卡 像一个 小面包车 来吗 好 Den 然后呢 我必须 没有 为什么这样说呢 然后 我必须 看就是 没有租 一个 他为什么这么说 不明白 呼ft doch kurz an oder schreibe eine mile 好 hast du 一个人 单独的 你是一个人 我的新的电话号码 你记一下 写在这里 然后是 tauschen tauschen 就是千 我们汉语里头喜欢用万 万分感谢 万万要不得 而德语呢 通常用tauschen 千 用千来作为一个常用的 表达一个 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数量 tauschen tuschen dank 就是 千恩万谢 我们说万 他们说千 千恩万谢 我们的 liber 我们的爱的祝福 然后是 落款 他的名字 be now 好 这一篇 阅读和 这个 找出 axative 第四格 和 找出第三格 我们就尝试到这里 因为这一页的作业 我们中间跳跃了几页 好 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练习到这里 之后我们还会 一遍一遍的重复这些内容 这就是德语 像数学一样的语法 从开始一点一点的 像记号笔一样的 画到我们的脑袋里 好 鼓掌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鼓掌我们在这样的时光里 还这么认真的学习 林安老师还要继续摸索 怎样拍出更加清晰的 让大家喜欢的画面 不会乱动的视频来 和大家分享学习德语语法的 快乐的时光 好的 我们下节课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